大家好,我是全老,歡迎光臨江湖 那今天要聽到我們這個音樂就知道我們在哪裡了 沒錯,我們就在太乙教 今天就是要來盤點我們太乙教的八大秘技 那到底有哪些秘技比較實用啊,哪些比較拉垮就可以不用學 然後還有一些藥理 這個太乙教真的是把自己當成一個農夫 所以他有很多的一些藥理常識,然後還有一些單方 今天會來介紹一下我們平常到時候要收集的一些材料 這些單方老實講都可以增加一些你很多的一些重要屬性 那所以你的材料的話都可以先收集 那再來的話還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小技巧 那簡單說就是除了武學之外大概都會再講一下 那武學的話就是依照我們的那個進度 到時候正派武學啊,像比如說我們那個紫陽萬道拳 到時候也會來學 然後還有一些他的內功啊,輕功都會學一下 好,那今天就從我們太乙教這邊開始先著手起好了 那攻略網有一些沒有的我就再額外做補充 那等一下再介紹一下我們這八大秘技 然後還有一些大佬對於這些秘技的一些新的感想 好,太乙教超帥的,我們這個太乙劍真的是 雖然說太乙有分劍跟拳啦,但老實講我覺得太乙劍 既然都來太乙的其實真的學劍會比較帥一點 那個化學十一劍真的很帥 那攻略網的話這邊大概都顯得蠻清楚的 然後有些背景知識介紹這樣子 太乙的一些由來,然後還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那個 門派啊,最主要是這個圖啦 如果剛來太乙教的話我也是一開始的時候 先參考這個圖,大概的哪一些位置在哪邊 因為太乙教跟少林齁 這兩個門派是所有裡面我覺得NPC最多 然後你要記一下位置的 那像蒼狼啊,或者是天刀門的話 反倒沒有這麼複雜 好,這是他的一個位置 如果有不知道哪邊是哪邊 你供養也是剛叛門進來的話可以參考一下 其實也是蠻容易的啦 就是一些其實最前面的都是一些比較粗淺的 越後面的就是越那個比較高等的一些師傅這樣子 好,那記得拜入門教的話 記得那個仇恨不能太低,而且入教之後不能殺豬 這真的是一個非常詭異的一個設定 我們太乙豬真的是非常的高 非常的高貴 所以他不能殺豬 然後,其他這些門派這些就不用太仔細看了 那,他總共有分劍跟拳 那重要就是畫拳十一劍跟我們的拳就是紫陽萬道拳 那像我們的藍大現在就是在學我們的天鋼劍子 這個之後未來如果有學的話 都會把劇情流程跟大家做個介紹這樣子 OK,今天我們就不講那個每日任務 這個話每日任務也可以解 因為這個每日任務我覺得跟少林一樣有點複雜 其實天刀跟蒼狼還比較好解 這個玩意真的是很麻煩 尤其這個政法啦 這個政法真的要背一下 這個政法除非你要查譜 要不然這個政法的話每天要背一下 那個三個政法 每天這個任務就要搞這些東西 好,那個都不是重點 那這些武學都跳過 我們今天就來先講一下我們的那個 從我們的 從我們的貢獻那個商店開始好了 太乙教如果你剛進來的話 如果你是像過我們一樣判門的話 即早就講 大概一天的時間 你就可以直衝我們的核心地址了 那最主要的啦 在我們偏店這邊 十四之六 十四之十六這邊 我們可以學那個 龜錫術 龜錫術的話 其實很實用 這個龜錫大法 這個玩意兒齁 雖然說你是補一點那個修為 但是這個玩意兒是可以讓你防毒用的 那他要學的話 就要在這邊有個龜匠 然後這邊有個上香 然後你就要上香 然後正常上香完之後 你就可以倉悟 然後你就可以學習這樣子 在我們十四之六這個偏店這邊 那右上方這邊就是我們藥理啦 平常我們藥理的一些那個姿勢 那藥理的話建議每天一定要讀完 因為藥理的話最主要齁 他可以拿這些 失傳的這些丹藥 那個太乙教就專門在搞練丹的嘛 因為畢竟是有點像修仙的那個 中門所以他都搞練丹 所以這個積分齁 這個一定要買 這個東西一個角色只能限五顆 雖然說一天只能拿十分 但是這個東西慢慢湊其實還是湊得到的 所以這個藥理嘗試的話建議一定要學 那所以藥理嘗試的話 他這邊都會有那個積分 然後提庫的話 那個直接上網找 他提庫的話在這邊 然後你就會問一些問題 然後這些答案大概就是 就是查表啦 然後一天十分這樣子 所以你來太乙的話 就每年就要搞這些東西 然後就是要為了要擺這四個單藥 OK大概是這樣 那再來再來最重要的 太乙最重要的練 先講藥好了 反正都講了 那貢獻 太乙的話建議 我們如果你剛進來的話 第一天的時候 然後盡量直接刪切出師 然後開始買種子去練單 等一下 等一下會先介紹 練單的方式好了 練單 這三個單 這三個的材料 是最重要的 全身 然後陰珠 跟那個 靈霄花 這三個東西為什麼最重要 因為這三個東西 可以煉製我們 太乙的三種單藥 那來看一下 密集等一下再講 這個三種單藥 就是門派單藥 這個是我們太乙的一個特產 他有七拳 七寶玄單 然後紫薇俠單 跟我們的太乙神單 總共這三種 那這三種的話 他的那個 材料都在這邊 就是有甘草 鹿茸 玄森跟靈霄花 然後還有些 陰珠跟靈霄花 然後還有一些 玄森跟陰珠 反正就是這三個東西湊起來 前面這些不難湊 前面這些平常大家都可以 收集 最主要就是後面這三種 這三種的話需要買種子去種 等一下我們可以去種一下 最後有時間的話再去種一下 那我有把這三 就是所有的材料 因為他這個 一個角色只能吃七顆 然後一個角色只能吃二十顆 一個角色只能吃一顆 所以這個總數是有限制的 簡單說我把整個材料全部統計起來 那給大家做個參考 那如果你需要全部的材料的話 就是 全部我們這個 這三種單要 四個角色都要齊的話 總共陸龍需要一百九十六個 然後蛇膽需要四十個 虎骨需要四十個 人生兩百個 那玄森兩百七十六個 然後靈霄花三百五十六 鷹豬兩百四 然後甘草大概一千五百零八 大概是 大概是這樣的數字 就是之前有大佬分享他存物吃完的那個藥 其實簡單說就是 四個人一個人吃七顆 然後把這些數字全部盛起來了 那我們可以 先準備的就是 鹿龍 蛇膽跟虎骨 鹿龍嘛 鹿龍是上面這個 然後蛇膽跟虎骨 所以簡單說 這個東西在我們那個 進太乙之前 蛇膽先湊四十個 虎骨先湊四十個 然後鹿龍湊一百九十六個 湊完之後其他就是 另外三個這個種子的東西 那這三個東西每天只能買一個種子 所以建議 每天你一定要把貢獻花在這邊 盡量趕快三階出師 然後去買這些種子去種 然後把這個 這些丹藥 給他湊齊 因為他這 他都可以永久加一些屬性 有點像是我們少林的藥玉一樣 永久加一些 像比如說這個可以加丹田 蒸氣跟那個內功修為 然後這可以加生法跟那個 那比較特別的是指揮霞丹 這個東西 他可以增加蒸氣 那個容量 但是他這個是浮動的 所以你可以用SL法去那個 去那個拍 就是 去找你最想要的數字這樣子 所以這個東西的話是 吃之前可以SL 然後不行的話 就再重新再來這樣子 OK 大概是這樣 那這就是我們的一些上限所在 好 他會加韌性啊 氣血啊 閃避啊 速度這些 好 這是我們練丹的部分 那講完我們的藥理跟我們的丹藥 啊對 買完之後要去哪邊種 再講一下好了 這邊是我們練那個正法的地方 那那個 平常我們解那個每日任務 然後這邊是關心塔 你一開始到學的話就要去裡面練 那 那個草藥就在這邊 然後 這邊就可以種 這邊就可以直接種植 然後 這邊有個草地 然後按種植 那就可以把你的那個 櫻珠玄身跟那個 林霄花的種植種上去這樣子 好 那每天這邊的話 好像也有五個那個 這個草藥可以搶 那 基本上不太可能搶得到 因為他是凌晨物件 好像刷新的時候 不知道 那個好像全吃武器 只有五個人可以搶吧 所以基本上不太可能 所以就不用搶了 就是拿種植種 好 大概是這樣 那再來介紹我們這八種不同的秘技 這秘技有些很實用 有些不太實用 那就看個人 好 那我們就從頭開始介紹起好了 那第一個就是我們昆蓬真意 昆蓬真意的話 其實還蠻兩極化的 300級的時候 加10%速度 加10%人性 然後加15真元 簡單說 加15真元是他最主要的一個效益 前面這兩個數字有夠拉垮 這兩個數字有跟沒有一樣 其實這兩個東西 在一般的其他東西很常見 那最主要是加真元 加真元的秘技其實真的不多 好像只有他一個 所以簡單說這個東西是存在於我們的武道 那就是等於是開局放大 他只是為了湊開局放大在用 所以如果你不打武道的玩家 基本上昆蓬真意 兩萬的那個貢獻 如果你真的很吃緊的話 建議就不買了 如果你不打武道的話 但是如果你打武道 但是你又缺 要首波開局大的話 這個15真元是真的還不錯 那看個人 如果 那10%速度的話 你也可以搶 搶一速去做攻擊 所以這個東西 打武道的話 算 還算實用 但是如果你不打武道的話 建議就不用換了 那麼兩萬 貢獻真的是非常的奢侈 那有些人覺得說 換完之後你不打武道 或者是你換完之後 打武道也沒有比較強 那其實基本上這個就可以先不要換這樣子 好 再來到帳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那這個有趣的東西 是他家的這些東西 都不是重點 除了破傘之外 其他家十日內襲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他可以換位 之前打武道的時候 你會看到有人會換位 就是這個玩意兒 就是這個盜帳 那這個也是 這個遊戲裡面來說 很少有的秘技 會有額外的一些 就是一些 一些效果 那最主要的 他判門後就失效了 所以一般來說 如果你最後的養老地區 不在太乙的話 建議盜帳也就不用學 因為這個數字來說 並沒有比較強 10%閃避 有人說可以拿來搭配 我們的那個 太極拳翼 太極拳翼 看一下太極拳翼 他有12%的拳腳 然後有10%的招架 再加5%的破傘 所以他再加他的那個破傘 總共加15% 所以還算是OK 如果你要找一些 像林波那種 專門要破傘的話 可以拿來用 但是 如果你不是太乙的話 判門沒有效果的話 其實換位 沒有這個效益的話 其實到這樣來說 他就不算是特別強 簡單說算錦上天花啦 如果你不判位的話 這個buff其實還不錯 換位的話 有一些免傷的效果 然後再加 那個攻擊 而且最主要換位 有時候 換位 就是剛好對位對到的話 其實還蠻實用的這樣子 那 看個人 像我們如果最後會在太乙的話 建議就可以換了 如果不是的話那就算了 好 再來是我們的墨浴宮 跟先天宮 這兩個東西一起講好了 因為這兩個東西 簡單說就是一個 如果你是女角的話 強烈建議一下 必備 因為女角的話 你不能入少林嘛 不能入少林的話 很多一些 防禦型的秘技 其實你不能學滿 那剛好墨浴宮 跟先天宮 因為太乙沒有分男女 所以他加氣血 加防禦 加氣血回復 跟加韌性 加防禦 加混元內功的氣血 這幾個東西 都是防禦性的那個秘技 那對於一些女角 不能入太乙的話來說 那個 墨浴宮 跟先天宮的話 建議可以滿 因為女角的話 防禦性一般都比較差一點 靈月 或是太乙 靈月 太乙這種劍器的話 防禦秘技都會比較少 因為你不能進少林 那所以就是可以學一下這樣子 好 再來我覺得太乙來說 我覺得 如果你有劍的劍水 或是你是主劍的玩家 真的羅浮建議 我覺得八大秘技來說 算是最實用的 而且是很多大佬 如果你有劍的角色的話 必學的一個東西 羅浮建議 我覺得他每一招 每一招都實用 10%的劍速 那個威力 然後再加10的生法 再加6%吸血 這個東西加在一起 真的是非常的實用 這個東西 10%的生法 加10點的生法 你可以有一些 劍法的一些連招概率 都可以增加 那你有一些 像比如說我們西子劍 有一些劍 生法的要求 你可以降低你的 生法的連法 跑去點一些其他 你想要比如說貝利 你就可以點一些貝利 那再來劍速威力的話 這不用講了嘛 你用劍的話 劍速威力加一加 也至少有個兩三百的攻擊 也很不錯 然後最主要的是吸血 吸血這個東西 真是錦上天皇 還不錯搭 就像我們 比如說你武器打造 有吸血的話 其實這種東西慢慢吸 還不錯 再來是太粗建議 這個玩意兒就沒有到 特別特別的必要了 太粗建議的話 一般來說 很多人說是打副本用 最主要的啦 他的機率就是這個 5%觸發的概率 把別人的buff清除掉 那有一些 那個副本的buff 副本的那種王啊 boss那種 身上有些怪異的buff 這個5%有時候 就可以賭他的機率 有點像是以前的 那個點魔劍法 或者是那種鐵擦掌 就是賭那些機率低 但是你偶爾剛好 sl過的話 那其實過副本 其實或是 過一些boss還不錯 那實戰的話 沒什麼用 那個這個東西 真的太拉垮了 那聽說有人 是可以把人家的 那個必波 給弄掉 把那個必波的buff 給拉掉 但是這個5% 真的是不高 所以 這個東西來說 我覺得沒有那個 羅浮建議來的高啦 所以看個人要不要學 如果你缺一些攻擊性的一些 武道的一些 秘技的話可練 但是 不太推薦 因為你看 buff來說 切磋了10的時候無效 所以就只對 針對那個副本怪 所以這種東西 我是覺得那個 打副本有用 但是打副本 如果你等級啊 裝備都上 都上來之後 其實也不一定要這個 那個秘技 你才打得贏啊 所以這個東西我覺得 效益是比較差一點 像這個看 打長金閣實戰 可以把必波的那個 buff清掉 所以看個人 那我是覺得 普普 應該不用花到貢獻去弄他 好 再來是我們的這個 太極權益剛剛講過了嘛 就是這個破閃 如果你跟我們剛剛的那個 那個 道帳一起用的話 總共有 我們的15%破閃 打一些 有靈波的 那個玩家還不錯 好 那再來是追風 追風應該是 所有裡面最爛的一個 那個 因為他最好拿啦 就是我們接那個任務啊 接那個任務不是會 有時候會叫你 跑到 各個地方去 然後去找那個 偷偷摸摸的人 有點像是我們 那個少林的那個掃地啊 掃地可以掃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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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掃地可以掃到我們 欸我通常見這個 名字叫什麼 掃地 鐵掃 鐵掃工啊 少林可以掃到鐵掃工 那太乙的話 巡人打 打人 有可能會掉追風掌勁 那這玩意兒的話 普普 就是10%的那個 然後就加5% 5%穿甲 除非你是輸出拳 要不然照理說 5%穿甲 對於我們這種 拳 最主要是拿來 防禦跟招架嘛 所以穿甲來說 效益不高 因為拳本來的攻擊 就不高了 那拳 如果你用 放一些防禦型的秘技的話 其實 追風掌勁 這個用 用到機率就比較低一點 OK 大概是這樣 這就是我們這一次 全部的太乙的一個介紹 這樣子 OK大概是這樣啦 這就是我們這一次的 太乙的介紹 那今天慢慢速 請歡迎支持一下 我是宣老 感謝收看 下次有緣再見